北京时间明晚19点35分,备受关注的中超联赛第16轮的一场焦点战就将正式打响,目前排在积分榜榜首的北京国安队,将会坐镇工体迎战山东鲁能队, 因为双方只有一分的差距,因此本场比赛也将是名副其实的榜首之争,而就在今天上午,鲁能全队也已经乘坐高铁前往北京,备战即将到来的焦点大战,随队出征的鲁能外援塔尔德利,也在社交网络上晒出的鲁能球员,在济南西站出发前的合影,从合影中我们可以看出,鲁能主帅李肖鹏,这次罕见的带上了全部的四位外援, 塔尔德利,吉尔,佩莱以及格德斯都将随队出征,显然这四人在明晚的比赛中都有出场的可能,不仅仅是外援,因为不受U23政策的影响,李肖鹏这次一共带上了24名球员,上轮连赛匹补登场的后防大将郑郑也随队出征, 此外像崔鹏,周海斌,吴新涵,刘彬彬,金静道,但林等本土中间力量学在里,可以说,兵抢马撞全主力出战的鲁能,这次显然打算要在国安的主场有所作为,重新夺回防守位置,一提到北京工人体育场,相信许多做客的球队,都会有些不寒而栗, 这里的确是名副其实的魔鬼主场,但是相对来说,鲁能却并不惧怕在弓体踢球,最近四次做客弓体,鲁能取得了两生一瓶一副的不俗战绩,而本赛季国安的唯一一场败仗,就是在中超首轮0比3输给鲁能,可以说,这让鲁能在心理上反而具备了不小的优势,在以往的中超连赛中,鲁能的射手往往踢国安非常有心得, 像素茂真、韩鹏、勒夫都曾扮演过国安杀手的粉色,而这一次被鲁能寄予厚望的则是塔尔德利和佩莱的组合,塔尔德利曾在中超首轮对阵国安梅开二度,而佩莱也曾对阵中超玉林军,上演过天外飞仙的进球,那么这对鲁能奉献双心于国安的索里亚诺,巴坎不究竟谁能主宰明天比赛的胜负,我们一起等待时间揭晓答案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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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